的话能不能把这个 File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执行点 假设有次数限制的话 其实跟刚刚类似吧 所以改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1你可以 把这个File1冒号改成什么 改成就刚刚一样 次数for i in range 那我们一样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for i in range 那0 1 2 3就跳铃了 所以基本上呢 意思说跑到这个回圈里面 我最多就跑三次 那因为呢 我们一样 就是把input放在这里 所以他只要跑一次 就跳一次讯息 然后做一次 做一次逻辑办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不用去管 之前 会发生的问题了 反正就是 一定是跑三次 那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不是只有答对跟答错 可能我们最后还需要什么 类似像刚刚一样 这个地方的话多一个 多一个什么 在 if前面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 在上面多一个if 然后把原 原来的这个if 改成lif 写成这样 就是 下面这个叫lif 多一个判断 如果呢 它是最后一次 我再判断一次 如果呢 它 里面这个i的值 等于2的话 等于是跑最后一次 然后呢 这个m如果还是不等于的话 那我最后再做一个判断 OK 然后跟他讲最多只能拆三次 所以 再把这个 m 因为这个 我已经改成叫m OK 然后 这边也是m 把它改一下 基本上呢 这样改完 应该就是OK的 所以最后 试一下 这个 November 比如说我今天 随便拆 一次 两次 最后一次 拆三次 9月 还是错 告诉你答案是多少 OK 当然如果你一次就答对的话 那没问题 OK 直接答对 如果看一下 基本上 一次 如果第3次答对的话 一样也是正确 所以基本上 把 刚刚的这个逻辑 改写成次数的限制的话 基本上就是 1把file1 改成 有回圈的限制 2的话我多一个 就是在逻辑里面 再多一个上面的一层逻辑 这样结果就OK了 那回去的话 因为今天 时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一题 猜拳小游戏 不过我想 各位应该已经快要饱和了 所以 这一题也许可以想想看 剪刀石头布 那这个是以前 也是在 Java的范例题 我记得有一本书叫 《明解Java》 一个日本人写的书 他就是在 我是把那个Java的概念 拿到这边改写 不过呢 我跟他的逻辑后来完全都不一样 因为他写的东西 我后来真的没办法理解他的逻辑 后来发现自己改写之后 我用我自己可以理解的逻辑来写 反而我自己看得很清爽 而且写出来也没什么问题 那逻辑很简单 一样Random Random的话 一样剪刀石头布 不过我后来发现 日本好像都是什么 石头剪刀布 他跟我顺序不一样 所以我会常常compuse 所以我干脆把它改成我习惯的顺序 我们要剪刀石头布吧 不是他们好像是什么 石头剪刀布还是什么 他们顺序不一样 另外的话 一样第1个我把它什么 把它跳过 就是说 0 1 2 3 所以剪刀石头布 那 再来的话 一样画有衣帽号 所以我这边有个bit list 就是剪刀石头布的输出 然后放在串列里面 再来画有衣帽号 那就Random 不过基本上 Random的位置放在里面 跟放外面有什么差别 应该也没什么关系 好像放外面应该OK 我们刚刚放外面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让它输入 那接下来就是很简单的逻辑了 我要怎么知道到底他赢 还是我赢 所以特别注意 我先玩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程式 就是剪刀 那后来我发现 我们干脆用数字来代替 1就是剪刀 2就是石头 3就是布 然后再来4就跳 就离开就对了 所以 我今天输入1好了 OK 那我看 它会乱数出一个吗 我们看谁输谁 电脑出了布 结果我赢了 OK 你看 然后再出 剪刀石 我出石头 所以 电脑又出布了 电脑一直出布 OK 会不会换一个 那我出剪刀 我出布 他出石头 我又赢了 只是说我现在是还没有做一个 Count 就是算我赢的次数 只是说一直玩就对了 因为画一帽号 没有次数限制 所以还可以玩 我出剪刀 他出石头 OK 最后如果离开的话 就出4 结束了 OK 就退出了 那 写的方法很简单 画一帽号 乱数 然后再来就是输入剪刀 如果他不是1到4之间 那就表示输入错误 所以 假设我输入5的话怎么样 明明1,2,3,4,5 有人说5 5就不对了 OK 就重新输入 那输入如果等于4的话 就是break 直接break掉了 那 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 m的话 指的就是我出的 我出 的是 跟他出的一样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平手 那什么情况 我是赢呢 如果呢 电脑出的 比如说我出的是什么 剪刀 我出石头 电脑出什么 他出布 那我当然赢 有没有 所以我把 我赢的 这个或这个 这个是什么 我出1是剪刀 他出布 那我又赢 就是我把我赢的这三种逻辑 把它写到 这个后面 然后用偶尔 把它分开来 OK 那我输的也是有三种逻辑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城市都写完了 OK 剪刀 石头 我让我发现 没什么问题 很简单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别人写的 我觉得 别人写的后来发现 真的是看不习惯 所以最好的方式 当然如果你看不习惯 我写的 也欢迎你可以改成 你自己习惯 比如说里面的变数名称 你可以改 没关系 还有那个逻辑叙述 如果你不习惯 没关系 你也可以改写 尽量用你自己习惯的写法来写 是最好的写法 因为你一看完全没有相容性问题 不然有时候 哪怕我哪边 成日来 我一定要把它全部改写成我习惯的样 否则我觉得那都不是我的东西 我怎么看就觉得怎么不顺眼 OK 这真是一定要改一下 不改的话感觉就是哪里就觉得不对 所以 回去的话请各位 再 练习一下 今天的话我们主要是把那个第3个单元把它讲完 下一次上课的话基本上我们就要再向前推进 所以 回去的话也许请各位 再把第5个单元 串列今天讲过 再来就字典 还有档案 资料库 OK后面的话 等于是更上一层楼 因为今天呢只有讲一点点的资料 如果你今天有大量资料的话怎么办 你必须要从外部读到 我们的串列里面 或者字典里面 怎么做 那画面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 先讲 到这里 回去请各位 很多练习题 真的如果你真的希望把Python变成你的一项专业技能的话 我是觉得还是需要下一点功夫的 最好另外还有一点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把那个证照体炼熟 然后如果再可以的话 去把证照拿到 把它设定一个目标 或者的话像学这种东西 半途而废的人非常多 OK 如果你真的可以把这学好 将来 真的可以说应该可以说不怕找不到工作 因为现在很缺这方面人才 尤其是跨领域的人才 如果你除了 本身 资讯方面的技能之外 你还有别的技能 那当然更好 OK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先讲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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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